受南下冷空气影响 今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被雨水覆盖 华北地区气温大幅下降寒溢息人 北京今天迎来今年最大的一次降雨过程 气温陡然从前些天的20多度下降到12.4度 创北京5月上旬气温最低记录 今天突然间把风衣都穿上 昨天穿半截袖 山西 山东 甘肃部分地区的新一轮降水 也使得气温出现跳水式下降 但从明天开始 华北气温将明显回升 最高气温又将重新占回到20度以上 尽管已经立下 但河北北部的成德 张家口坝上地区 今天雪花纷飞 降雪达到中雪级别 对玉米等农作物生长造成一定影响 西向部门提醒 目前各地相继进入汛期 雷雨多发期 应及时予以防范